黑色的食物 大家好我是琪琪 大家好我是小窝 歡迎來到小柴的零食店 今天我們要來試吃黑暗色的食物 也就是說黑色的食物 我們有很多很多 有這個黑玉米 還有黑的麵 墨魚麵 這個是黑鳳梨酥 這個呢黑芝麻餅 黑棗 都好黑喔 那其中呢有兩樣是需要加工一下的 對 我們現在先去加工一下 然後我們過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的墨魚麵和玉米都已經煮好啦 很可怕的墨魚麵 大家看一下 滿滿的玉米 全是黑黑的麵條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要嚐一下囉 嚐一下好不好吃 辣 這麵黑色是因為真的加入墨魚 真是嗎 嗯 嗯 但是我覺得 口感還是挺筋道的 然後也挺好吃的 突然來了食魚 我這一大碗夠兩個人吃了 對 哇下面的好好吃 外面很好吃 沒有很辣了 對因為上面有那個豬骨湯 嗯嗯嗯 非常好吃喔 非常好吃 接下來呢我們還有香香香香的玉米 是黑玉米喔 它應該是甜的吧 喔是嗎我不知道欸 它現在摸起來是硬梆梆的 很香很香的 它裡面會是黃的嗎 嗯 嗯 它是很軟糯的那種玉米 嗯嗯 它裡面也是 比較深顏色的 對 它不是黃色的 這是我第一次吃黑色的玉米 我也是 我第一次見到黑色的 它口感是普通的玉米 它這樣也沒有什麼區別 沒有什麼區別 對但可能 營養價值不一樣的一點吧 嗯嗯 那我們第三個呢 我想吃這個 黑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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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說是陕北的特產 叫做 學名叫做 紫荊 我們看一看是什麼樣子的呢 就是可以看到裡面 就是 黑色的這種乾棗喔 喔這樣的 嗯 就是曬乾的 就是這個棗本來就長這樣 然後曬乾之後直接黑色了 那這個黑棗呢 我們也覺得 味道也慢推薦的 對 很不錯 很像乾掉的蜜枣 很神奇的口感 嗯 也不會很甜蜜 那我們還剩兩個 一個是這個黑芝麻餅 還有一個 黑鳳梨酥 黑鳳梨吧 哇 包裝精緻啊 包裝很漂亮 嗯 這個有點像活動一樣 是嗎 是這種紙皮包的 對 哇 我真是黑色的 真的是黑的 像美炭一樣 有點像臭豆腐 喔對對對 像臭豆腐 很像長沙臭豆腐 欸 很香很香很甜 我們看看裡面是什麼樣的吧 咬一口 裡面就是黑黃色的 大顆的鳳梨的夾心 它們應該是有可口味道的 嗯 對吧 這超好吃 這太好吃了 簡直喝到這個麵不香上下 天啊 這太好吃了 這甜點之王 我要再吃掉 嗯 好滿足喔 雖然它的樣子長得很像臭豆腐 嗯 但是它真的是這裡面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 裡面的鳳梨也很大顆 我們就上最後一個了這個叫做黑芝麻餅 嗯 是蜂蜜黑芝麻餅 裡面是這樣的 哇 然後很大一罐喔 就是我們常見的黑芝麻喔 它比較硬 但是我比較覺得它比較好的一點就是它是沒有那麼甜 它比較原始的味道 就是上面沒有沾什麼糖啊還是其他的調料 就是滿口多芝麻香 嗯 五種黑暗色的食物我們全部都品嘗完了 嗯 我們已經品出了我們公認的第一名 登登登 就是這個黑鳳梨酥 嗯 真的特別特別好吃 對 比以往的鳳梨酥都要好吃 嗯 裡面的鳳梨大顆 外面的也很香膜 嗯 那第二個呢 這個 就這個墨魚麵 我們兩個都覺得非常好吃 對 而且它的調料真的 料特別多 特別足 對 當然其他的也都不錯 對 小朋友們還喜歡今天這個黑暗色食物的試吃視頻嗎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拜拜 拜拜 小柴知識點之黑色食物 黑色食物是指含有黑色素和帶有黑字眼的良油果蔬菌類食物 食品專家們認為黑色食物不僅給人以質譜味濃的食欲感 而且精瓶床實踐證明 經常使用有異常味消化與增強造血功能 它具有延緩衰老之功用 好 好 聽到 需要 我們很及拍攝 看起來 看一下